那杨阳除了练这古彩戏板 是不是对这近景魔术 也有些个研究啊 是的 从近一两年开始呢 也在近景魔术上呢 下了一点功夫 但是我觉得在表演上 近景魔术有一个难的地方 今天明明有一个标杆在那 就是刘谦老师 对吧 这个电视我们大家都看到 他不光这个手法很快 而且这个语言也非常的幽默 对 刘谦老师一直是我们 年轻魔术师的偶像了 目标了 有着意识可能你会接近 甚至超过他 好嘞 我努力 是 而且杨阳也说 这两年不是开始研究 近景魔术了吗 对 是的 是的 那今天到群雲会来了 那肯定得展示一下吧 好 我们这个给杨阳点实践 一会儿我们来看 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近景魔术 好 这个杨阳又换回了 现代的服装 是的 接下来给大家要带来 就是一段近景魔术 去来看一看 接下来呢 表演一个非常不常见的魔术 非常不常见 对 表演一个扑克牌魔术 这不是很常见吗 对啊 这我们都见了 首先呢 我要找一个非常帅气 非常帅气 非常潇洒 潇洒 非常有魅力 有魅力 对 而且非常有文艺 对 你们谁认为自己符合杨阳的 比如说你看第一 戴眼镜这位小伙子 他确实很文艺 对对对 你就是不行的 对 来 那我们后面这位小伙子 看起来也挺羞涩 来 要不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让他起立回答我一个问题好吗 好 请问怎么称呼 叫小黄 小黄 好 咱们要重新一件事啊 首先 我们之前见过吗 没见过 没见过 所以我们没有穿通过 没有 我这里有一副扑克牌 现在呢 闭上眼睛 想象一张 你最喜欢的牌也可以 你最不喜欢的牌也可以 想象好了一个画面以后 睁开眼睛看着我 好 看这一张张过的 好了吗 好了 现在你的脑中的画面 听着在了一张牌上对不对 对 对 这样 你看我这副牌 每张牌呢 都是不一样的 嗯 它是一副完整的牌 但是有一张牌那是反过来的 所以 而且这张牌呢 我在牌的背面写了祝福语 学悦有朝 学英慧 对 来 现在 把你刚才脑中的画面这张牌 大声地说出来 红桃七 红桃七 你确定我们之前没有穿通过 确定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确定 只有一张牌背后写了祝福语 而且它是整幅牌里 唯一反着的一张 它不是随便的一张牌 它就是小黄小说的红桃七 哇 来 那这张牌作为一个纪念点 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你好吗 好 谢谢 来来来 我送给我们的观众 来 掌声送给他 谢谢 好 孩子 牌收好了 以后当着魔术师别随便想事 对这回我们继续表演下一个节目 好 请问您 识别颜色没有问题了 当然没问题了 好的 那我们这个牌里面有两个颜色 红色跟黑色非常地好认 对吧 是 仔细看 这是一张什么牌 红色啊 红色的红心A 我们把它反过来 放在桌子上 问您一个问题了 一幅完整的牌里面有几张红色的A呢 两张啊 这张是红心A 对 那第二张呢 这是方块吗 是方块 对 没有错 你们看 方块A 所以说现在这张和这张都是红色的牌 嗯 一定要记轻 都是红色的牌 没错 您看我有两张牌 邱老师 嗯 如果这两张也是A的话 那肯定是梅花跟黑糖里面 对啊 那错不了 对吧 嗯 所以那是什么颜色 两张红色的红桃和方块 好 那我这里面呢 两张黑色的呀 那我说现在在我手里面 是红桃和方块 你相信吗 当然不可能 如果我说它是红桃和方块 你相信吗 不信 你相信吗 天哪 来 把它亲手打开看一下 亲手打开看一下 它变成了黑色的牌 这什么时候变的